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藥妝 一集 直接排一集這樣 那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雜謊藥妝店 雜謊藥妝店是北海道的連鎖知名藥妝店 如果大家就是想要買一些北海道的在地商品 或是想要找一些比較豐富的產品的話呢 我第一推薦就是雜謊藥妝這樣 那我這邊也會放一些折價的coupon 你們除了免稅以外呢 可以再折5person 如果有來到北海道或是只要有看到雜謊藥妝這個 這個家家的mark的話 麻煩5personoff的那個coupon用起來 除了這邊這一間雜謊大王店以外呢 如果你們在這邊找不太到商品 其實那邊對面就有另外一間 比起那一間呢 這一間它的營業時間是比較長的 它是10點 早上10點到23點 另外一邊的店的話呢 它就是12點才開始 所以營業時間最長 然後比較大間的就是這一間店 好 我現在進來店裡面了 我想說呢 我們就從1樓開始逛 就是1樓是藥品嘛 然後2樓是化妝品類 然後3樓才是食品這樣子 我們就先從藥妝開始逛這樣 你們看看我今天頭髮真的是 它一直往旁邊翹是因為今天下大雨 再過幾天就是颱風了 所以我頭髮就是原本夾的時候是往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夾 它就一直往外這樣 好 我們就先從藥品開始吧 go 這兩款 是勒敦V鼎級藍鑽的眼藥水 然後它後面呢 你們看這邊有寫它們的涼度 這個藍色的是屬於比較涼的 然後這個粉色的呢 它就是屬於比較不刺激的 那這兩款它都是針對就是你長期在使用3C藏品啊 然後會打致你的眼睛比較疲憊的那一種 它裡面就有含就是成分是可以調節你的眼睛的代謝功能啊 減緩你眼睛疲憊的那個程度這樣子 反正詳細的說明你們可以去看它們的介紹 這個最近就是還蠻紅的 然後我跟大家說就是我平常是沒有很喜歡帶這種一罐的眼藥水 是因為呢 它很容易只能用個一個月 或者是只能用兩個月它就是要一直換 可是它一個不是不便宜嗎 比較常買給我媽媽 因為它是屬於那種眼睛比較容易疲憊的人 然後我覺得用喝的東西是對你的身體比較有效的 所以這個是他們家的內服定 就成分的話呢 也是跟這個眼藥水比較差不多 只是它不是用低的 它是用吃的 我覺得這個我媽媽吃的時候它是在做三系產品的畫面的那一種 它吃了之後它就說覺得很有效 所以因為你們大家也是那種沒有辦法督促自己一直滴眼藥水的話 我覺得這個內服定是比眼藥水來說我更推的 那內服定的價錢的話呢 這個是80定的話就是2970 然後如果是21定的話就是1078 眼藥水的話是相對比較便宜 但是它就是有時效性 如果你沒辦法就是開了之後督促自己一直去滴的話呢 我就建議大家還是買口服定會比較好 另外一款也是關於眼藥水的 就是這個 我跟大家說我自從發現這個產品之後 我就很少買一根 一個大盒的眼藥水 這個的話就是有一支一支的 然後總共有20支這樣子 你只要覺得你的眼睛有一點點就是 痛痛的或是要殺菌 或者是要長針眼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馬上拿來用 然後我之前都是會用那種 像這樣子的一瓶的 後面我就覺得我自己太笨了 因為像這樣子的眼藥水 你只是滴個兩三天就是好得超級快的 特別是日本的眼藥水那個濃度就很強這樣 有一點點要長針眼你快點滴大概兩三天 就只需要個五六支吧 你就可以馬上解決你的那個 腫脹的成分 然後剩下來的話 你可以等到下次長針眼的時候再用 那我目前推的話是推這個 因為它比較便宜 然後它是真的就是眼科用藥水很好用 如果你們大家呢就是得眼睫膜 或者是長針眼的時候呢 比較不容易好的話 你們也可以買這種一罐的 但是這個一罐的話就是 你開了之後就沒有辦法 長時間的用就是你要用完就要馬上丟掉 所以你下次如果再長的話 你就是要去買新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一款 是我包包裡面必備的 但是呢我覺得這一個就是 馬上可以去屋的產品 在我的包包裡面還是佔太多的空間了 我推薦大家買的是另外一個這一個 外出的時候呢 你只用帶這一包裡面總共有四片 你只要衣服沾染到 你就可以馬上擦掉 這一款呢就是 只要碰到sauce或什麼 就是你白色衣服上面 只要沾染到油漬 你用這個擦 馬上擦的話它可以馬上消掉 之前很紅的是這種紅色的款式 但是只要就是我出去我都直接只放這個 我那個紅色的款式有時候放一下 我就找不太到 然後就是你知道很多人都會帶那種小包包 根本就放不進去 你光唇膏就要放三個 哪有時間放這個啊 所以我後面都推薦大家買這種很像獅子巾的東西 就超級好用的 一包攜帶式的是216 然後這個的話比較大罐 它是272日元 最近在日本非常紅的就是這個 膠原蛋白的果凍 它是一條一條的 有這種芒果口味 或是你也可以選擇像這種 藍莓口味 然後呢它是有不同的功效的 如果是芒果口味的話呢 它就是有添加胎盤素C 那一果是藍莓口味的話 它就是有添加膠原蛋白C這樣子 另外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買這種比較小包裝 先試看看它的功效 那小包裝的話是591 就可以一次產用到兩個口味 我覺得就還蠻划算的 你們可以試看看 這一區呢就是雜黃藥妝的限定商品 最最最最 暢效的是這個DELGO 它就是可以調整你的腸道 然後呢裡面有含BB536的菌這樣子 可以讓你的腸胃有調整 幫助排泄 然後羽毛產品跟眼睛的 然後還有幫助睡眠的 幫助腹部減脂的 這個的話因為它是 薩茲兜啦就是雜黃藥妝 它的限定商品 所以會比較便宜 如果大家有來北海道的話 進到這間店 必拿就是這一個 我知道這一類產品大家一定都會說 HC的不是也很就是有名嗎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們來到這間店 當然就是要買這間店限定的嘛 所以我就先介紹其他的給你們 我不知道我跟大家的資訊有沒有共通 但是呢就是我對眼睛實在是 非常非常的注重 這一款呢就是聽說你去看演唱會 然後你之前先吃了它 之後呢你就是這個演唱會舞台上面的人 你就是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然後我自己又沒有看演唱會 所以我還是吃一些基本的保養 這邊的容易喝酒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吃的跟保護肝臟的 然後跟他喜歡吃的就是牙籤這樣子 DHC的其實大家如果很喜歡吃保健食品的話 我覺得我們家很常吃的就是那種維他命C啊 然後跟牙籤是最常吃的 藥品區 我覺得相信大家應該都比我熟悉這些藥品吧 感冒藥的話呢 果然最有效還是大症的這一種感冒藥 然後它有粉粉包裝 或者是你們想要做那種顆粒的都可以 但小朋友的話我建議還是粉包裝的話會比較安全啦 這個單包裝的 然後很多台灣人來或是外國人來很愛買的就是 止痛藥EVE 有生理痛的 然後也可以就是痣頭痛的 小剛不是很常會去打高爾夫球嗎 然後有時候他就是連續打個兩天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很累 所以我就會買這一個 金色的部分的話它濃度比較高 所以價錢貴一點點 然後銀色的話呢 它就是屬於普通 但是還是比一般的 就大家很常看那種撒空PASS來說 覺得還蠻有效這樣子 這一款D3共的消炎貼布 它是除了消炎以外 還有搭配血液循環的成分 對於激烈運動之後 可以達到快速修復 然後可以減緩你的痣痛效果 這一款就是之前奧運就是有推薦 所以後面我們都買這一款這樣 晉級二樓 真的是要從一樓那個藥妝那邊走到二樓 我真的花超多時間 我好像花了40分鐘左右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面膜 面膜也是我自己就是在藥妝店裡面 超級喜歡買的品項 我自己已經先拿好籃子了 在樓下都沒拿籃子有沒有 跑到樓上那種美妝產品去 就很想要拿籃子這樣 我們來看有什麼好買的 首先這一邊的VC100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就是看過了 已經介紹到不想再看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跳過 這一款呢就是最近 我跟大家說在雜誌上面還蠻紅的 裡面就是主打有 煙鮮胺基雪草成分 然後在你25歲之後 可以開始提供保養跟拉提的效果 反正就是防衰老啦 這一款最近就是在雜誌上面還蠻紅的 日本的雜誌 你們看他拿了很多獎 所以呢如果你們買膩了 後面就是剛剛介紹那一款 的話這一款也蠻推薦的 這個價錢的話是以 哇這個還貴一點點 這一款貴一點點 貴40塊左右吧 這個是792 然後 這邊這一款比較有名的呢 是770差一點點 所以呢你們可以各買看看 這個也蠻不錯的 他還有一些鎮定效果的話是綠色的 但最有名的還是粉色 所以大家可以試看看這樣 另外還有一款是這個雜謊藥妝的限定商品 我覺得是限定商品 因為他有兩個家這樣子 這一款呢 他就是主打有膠原蛋白的 然後也很便宜 滿滿的美容液總共有30片 就是反正就是熟過大襪啦 所以就回去用看看這樣 這個價錢 上班族你知道日本女生他們齁 就很不喜歡那種頭髮翹翹的 就剛剛拍給大家看的 我自己本身呢是使用紅色的 然後他的keep會寫在這邊 這個是最強的 綠色的 然後他還有那種含香料啊 不含香料的 大家都可以自由選購 打開的話 裡面是這樣白白的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抹在 你會翹起來的毛上面 那我覺得剛剛那一款呢 有點大不好攜帶的話 那安都哈尼的這個 阿後毛 阿後K的那個定型液也很好用 這個我包包裡面就有 這個就是我包包裡面的 很好用喔 他就是打開起來就像眼睫毛一樣 然後你可以這樣刷 這個也很好用 但是他就是用的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你們大家就是包包裡面有空間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CP值是最高的 護髮乳類的話呢我推薦 第一個是這個 Rugetower的 質感再生的護髮乳 這一罐真的非常的有效 最近就是非常的火紅 然後這個的話是他的 美容液 Oil 可以在那個燙頭髮之前的時候 先用的話就會可以有修補的功效 它有分兩種 那這兩個顏色呢 藍色的部分是針對細髮質的 然後粗髮質的話就是可以選擇紫色 另外一款護髮乳 是這個Celatis的護髮乳 它的話就是你護髮之後呢 它是主打可以在晚上的時候 修補你的頭髮 然後你早上的時候就是會 沙拉沙拉這樣子 這個就是最近非常有名 然後很容易就是賣空 你們看這個在庫量就知道 薩茲兜拉它自己也有自己的品牌 包含了北海道的天然成分的乳液化妝水 還有保濕成分的クリーム 它這裡面是含有七種天然成分 七種天然成分這樣 是只有在薩茲兜拉才有賣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到雜環藥妝的話 也可以試用看看 最後一款積美精的 這裡面主打的話呢 是高純度的維他命C 然後還有消炎成分的傳明酸 這個的話它是有蛋斑功能 然後它是有藥用的話就是有經過 日本的認證 日本女生之間非常的火候 你們看就只剩下三個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一定要拿 它是平價版的美白美容液 所以價錢的話也是超級平價 雪雞精的貴位耶 快參考一下價錢大家 你們可以比價啊其實 貨比三家不吃虧嗎 睫毛產品的話呢 我自己是對於保養 勝於上妝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睫毛看起來 長長的話你們可以用這種睫毛美容液 是DHC的 下錢的話在這邊 然後最上面的話 是我最喜歡的小花粉撲 這個就是主打它是小花形狀的 然後可以用少量 你就可以沾滿你全部的臉 然後又不容易 然後又不容易不服貼這樣 這個我自己也有買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它這個鼻翼兩側這個形狀 都可以上得非常的均勻 我自己其實也是一邊在找自己 買過的商品 然後一邊介紹給你們 這個最近還蠻紅的 這一款 但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使用 但它就是有得到Cosme的 2023年的獎項 刷頭的話是這個樣子的 比較屬於細毛的 比較濃密可以刷出根根分明的效果 我的眼線液體是用Maybelline的 然後染眉膏的話呢 是這個 Cosme的 我覺得染眉膏真的很好用 Cosme的染得非常非常的均勻 蟹睫毛膏的話就是 最有名的還是Cosme的這一罐 它真的卸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但這個不用我介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大爆款了 所以就是來的話 你可以帶幾支 免稅嘛 比較便宜 大家我要跟你們另外推個那個 痘痘藥 這個的話是日本人他們自己 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很急的那個痘痘的話 可以用呢 它上面就有寫說是 大人痘跟青春痘之類的 哇 死亡角度 你們現在在下面 我給你們大家看看這個 它的質地是這種比較白白的 然後呢 它這一款裡面就是用在集中痘 裡面以外 它裡面還會放那個痘痘貼 這個是緊急用的痘痘神器 裡面就是會有一個這個 小的包裝以外 它還會有痘痘貼這樣 這個我以前就是在外面長大痘痘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充去藥商店買 痘痘藥的部分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是這一款 然後現在還有 麥秀雷敦出的這種 成人Negibi 這款最近也蠻有名的 我找超久的 露華農的護唇膏 這款去角質的護唇膏 是最近超級無敵紅的 我知道很多人會買其他的護唇膏 但是你們知道這個嘴巴的角質 其實是蠻厚的 然後有些人他就是 他想要磨一下他的唇紋 然後又可以保濕的話 這一款就是主打 裡面有添加一些顆粒 給大家看 我剛已經塗在手上 你們有看到那些例子嗎 來人啊 然後你就可以一邊塗一邊保濕 然後一邊磨砂這樣子 那女生真的到處都要磨耶 那個頭也要磨 手也要磨 現在連嘴巴都要磨 他們現在還有新出的桃子口味 就是我覺得還蠻難找的 你們看現在就剩這幾隻 所以最近真的都蠻紅的 而且他們擺在一個很角落的地方 竟然還都美了 真不敢相信 找到了 幼蕾的美苦鬧心 這款商品大家知道嗎 你們是會很常補妝的人嗎 像我就是很不喜歡補妝的人 然後我就很喜歡帶這種面 就是這種這種包裝的東西 就一包一包了放在我的包包裡面 這個就是可以吸你的汗 然後讓你的妝容可以恢復到流汗之前的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太帶那種補妝包 也可以維持你的妝容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如果你們大家跟我一樣 就很不喜歡帶化妝包的話呢 一整天裡面就帶這一包也很好用 它就像這樣子把它捏捏捏 因為你的那個底妝就是 油會消失 然後讓你的妝繼續服貼在你的臉上 日本女生很愛用的 Okuji Series 這個的話它就是漱口水 然後它是做單包裝的 你在那邊漱一漱之後呢 會把一些髒髒茶色的東西吐出來 是可以真的讓你看到的 所以這個在日本女生的包包裡面 就是很常會有 所以大家你們的理解就是 日本女生的那個包包就像白寶袋一樣 有時候我都覺得他們的包包這麼小 怎麼能塞這麼多東西 有時候我就想說 啊我的臉好像有點 他們就可以掏出個什麼一張紙 然後就很厲害那張紙 什麼都可以做這樣 曼秀雷敦的護唇膏啊 或者是像這邊 DHC的護唇膏 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很常買 但是我剛剛介紹那個 就是可以幫自己磨砂的那個護唇膏 是 我覺得應該是最近新出來的吧 反正我自己用我是覺得很好用 就是他真的可以把你的那個唇紋 比較膜都沒有那麼明顯 另外一款比較有名的就是這個 Lotto製藥做的防曬乳液 然後它是早上用的 一樣是SPF50加 PA4個加 價錢的話在這邊 他們家比較有名的是 酵素洗面乳的部分 這個就是洗了你的鼻頭 可是會完全消失 邁進第三樓 這間雜黃藥妝的三桶 我真的是逛不完耶 現在影片都不知道剪到哪裡去了 我會不會介紹的太雜了啊 大家會用到的那種日常用品 這些都是可以免稅的 大家不要擔心 大家如果出去 你們在外面用廁所 怕別人聞到臭臭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一滴在外面的廁所 你後面進去的人 就聞不到任何的味道 這個在日本就是還蠻有名的 上面的話就是很多食品 後面也可以免稅耶 還不快買起來 真羨慕外國人都可以免稅 我太羨慕你們了 我都不能免稅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今天的拍攝地點是在 李小鹿的雜黃藥妝大丸店 那是有三層樓 你們可以拿著你們的籃子 從三樓逛到一樓這樣子 那它的免稅貴位是在一樓 所以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們需要免稅的話 可以集合你們商品 全部都要到一樓 那個免稅的抗打做折扣這樣子 那歡迎使用我的折價券 有另外5person off的折扣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介紹 我真的在這個店裡面 我不知道影片剪起來有多久 但是我在這個店裡面 至少佔了三個小時 然後小剛現在已經跟我說 就是叫我快點回去 他要去吃飯了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大家如果有來 李小鹿的話歡迎來 雜黃藥妝玩喔 多看看喔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忘記 等等 我們會不會忘記 我們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